你好 我是李诺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加州心理变态的人超多 这句话不是在开玩笑 这是科学家真实的研究结果 社会科学研究网络发表的研究显示 加州的心理变态在全美排名第二多 而且大多数的心理变态 集中在大城市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在探讨全美各州 犯下连续杀人案 心理变态杀手的案例 结果发现美国心理变态杀手最多的地方 是华府 而且华府的心理变态者 住的比在加州更集中 华府变态多的主要原因 和政治因素大有关系 华府第一 加州第二 心理变态第三多的地区是新泽西州 其次是纽约州和瓦尔明州 心理变态最少的州是 西维吉尼亚和威尔玛还有田纳西州 研究人员发现心理变态在神经质 狂热程度 随和性 外向性和开放程度 这五种特征上都出现极端的人格特质 这次的研究还发现 美国人的性格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就在美国南方和中西部的人 比较传统友善 德州和东北部的人 个性比较倔强 美国西南和太平洋西北区的人 比较轻松 有创意 容易动怒也是一种极端的心理状态 Berkeley一名高龄75岁的老房东 竟然对他的房客连开三枪 被警方逮捕 开枪的原因 只是因为房客生病 没有工作 有几个月缴不出房租 幸好遭到枪击的房客 在送医急救之后 捡回一命 像这样的变态暴力房东 在湾区还不止一个 旧金山也有一名47岁的女房东 以一个月400美元低于市价的价格 把一个房间租给一名61岁的女房客 房东后来要收回房间 不租了 但是女房客不愿意搬离 这名房东竟然因此痛下毒手 不但杀害女房客 还将女房客分尸 被检方以谋杀罪起诉 有恶房东也有恶房客 Mill Valley也有一名高龄71岁的房客 因为被房东下逐客令 心声不满 开枪攻击房东 结果击毙了房东的女儿 湾区租金柜 房东和房客的冲突案例不断增加 感谢收看 下次见